燃料電池給我們帶來這麼大的改變 但這樣一個看起來毫不起眼的小箱子 到底是怎麼發電的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它裡面的構造吧 氫是由一個電子和一個直子所組成的 當氫進入了燃料電池的陽極時 受觸媒的催化反應 它就會分離成為直子和電子 電子從電路流過就會產生了電力 而直子經過了電解質 最後會和電子同時抵達到陰極 可氧氣反應成為了水蒸氣 然後排放到空氣當中 這就是所謂電解水的逆反應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用一個等式來表達 氫加氧等於電加水 而少部分能量則在轉換時 以廢熱的方式散失 因為是藉由化學反應來產生電力 因此燃料電池被稱為電池 但是燃料電池和乾電池或是蓄電池不同 乾電池它發電的原理是電力來自於儲藏在電池裡面的化學物質 當它反應完了能量也就消耗完了 而蓄電池的發電原理則是它可以從外界補充電力進去 所以它可以重複的使用 不論是乾電池或是蓄電池都不能夠製造電力 它們只能夠把原先儲存好的能量釋放出來 但是燃料電池就不同了 它可以將外來的燃料進行轉化而產生電力 只要補充新的燃料 它就可以持續的發電 所以它可以說是一種新式的化學發電設備 那它和一般的發電方式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燃料電池直接經由化學反應來發電 所以它省略掉了加熱工作流體 產生蒸氣來推動渦輪機的過程 所以它可以減少很多能源的耗損 效率也高出了火力發電二到三倍 由於燃燒的燃料是氫 因此它不會產生任何的污染物 或是二氧化碳 所以它是一種相當乾淨的能源 而且它還是一種相當安靜的能源 它的外型可大 也可小 啟動的速度又非常的快 因此它是一種既靈活又便利的科技 被譽為是二十一世紀的未來能源